同事也再度掀起了蓝绿阵营护杠 因为高雄市中小学的毕业生 今年的市长奖奖状上头居然有一个大大的摩天轮 刚好还记得吗 韩国瑜一直说他要建这个爱情摩天轮 也被质疑说这是不是官员在刻意拍马屁呢 没想到观光局长潘恒旭跳出来应战 还剖出一系列花妈造型文宣 表示说前市府城局市长任内 有娃娃公仔红包到处都有花妈的logo 也批评这是高雄史上最大的拍马屁 高雄市有史以来最经典最会拍马屁的就是花妈娃娃 谁最会拍马屁 观光局长潘恒旭见把指向花妈娃娃 前一晚脸书po文附上好几张照片 从娃娃公仔文宣刊版到红包气球都有 有图有真相 认为高雄史上最大的拍马屁是这个才对 还附近记忆不能健忘 语气酸得很 一个热气球大概造价要30万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议员 他们自己身在城局市政府 在当官员的时候 他们自己有没有去想 其实自己以前就是最会拍马屁的 所以他们不要用自己以前的那种拍马屁的行为 来思考现在的高雄市政府的官员 蓝绿再度杠上 全约今年颁给毕业生市长奖的奖状上 印了摩天轮 绿营议员直指是摩铁摩天轮 根本在拍韩国语马屁 潘恒旭不甘示弱反举花妈来挥急 潘恒旭局长这部分完全又是在转移焦点 尤其是我想整个韩国语市政府里面 最会说大话 最会造神的就是他 目前整个内外交迫之际 潘局长是不是又扮演一个救火队的角色 出来转移焦点 翻开花妈时期 Q版公仔出席各种场合 自家议员护航 Q版花妈是网友的创意 并非团队自创 反批韩团队造神 马屁文化先波澜 双方互主 再度交火 记者综合报导